14. 自負雜誌 港股絕境反擊散戶自救法 2015年7月11日 I Money Wednesday 004-007封面股市逢文惠國壽惠本以為擺脫陸絕魔咒 中港兩地股市一定見出頭天 起了踏入7月以來,兩地股市不升反跌 此及常證資金分別跌5.1%及9.4% 中央連環出招救市失效 拖累週三百日 此增步射如二千點 散戶輸到一頸血 個個選手懶腳 為週四九日 來一場絕地大反擊 此一度升月一千點 究竟7月如下的日子 大使能否仲望所歸成功翻身呢? 今期換一井來兩大專家 為大家拆解最新入市策略 週三次增步射如二千點 中資金融股 藍籌股幾乎被全面洗倉 在大使極度恐慌之際 週四次結束四日滴勢 升816點或3.7% 多隻股份在低位反彈20%至30%不等 港股十大升幅榜差不多全市以倍升計 情況異常 而當日港股通每日額度如雅為87.56億元 至七月以來最低 多隻大媽愛股急彈 如雅類影業01060及復星國際00656分別升38.5%及20.2% 內地資金儲有回流的 此聲勢時譚花一言 亦或可以延續 七月下旬為後市關鍵興業 香港 證券客戶投資組副總裁克里斯洛表示 週五十日 此成功升穿週四高位 以未履此在週四的低位將會形成支持 短期或見底反彈 但最終的反彈勢頭能否延續 要看七月尾收市表現如何 根據過往經驗 牛市之中越邦台 沒出現過三連陰 如越邦七月收市價是高於開市價的話 那麼表示認處在牛市之中 相反 如越邦七月肆以陰足收市 期間十四月上對強弱指標 RSI低過五十水平 乃長期調整的警號 如八月又進一步跌至七月低位的話 將確認長期下跌浪以形成 以參考歷史數據 2007年11月 2001年7月及1993年3月 都增確認相關訊號 他逐指 七月中港兩地股市已進入關鍵時刻 次七月或將先保回周三的下跌力口 即25000點 其後再上望25700點 如21680點是重要支持 如跌穿的話 整個牛市的大型長斗位 N 趨勢都會破壞 現時波動不移入市 同期基金管理投資管理董事沈慶紅表示 未來兩地股市的走勢不移掌握 現時市場波動並不涉及基本因素影響 而明顯是市場信心不足 因此要待時間調節 即使中央救市成功 大市回升 但股民早前已斬倉 所以直下來回現到的現象 是大家都沒有太多彈藥再入市 因爲早前股市急捨 有部分財富已經蒸發 他認為 往後的股市會有一段時間呈現滿局 即使轉定後 都會是一個上落市 需要待市場消發早前的蟹貨 因股市一反彈 有貨在手的股民都會沽貨 而且未必會再入市 他俗指 短期中港兩地大市會非常波動 成交易會逐步縮減 現時至今流動性減弱 股市難如早前搬爆升 預計此未來一季的走勢 都會在22,500點至24,500點區間上落 紅市信號尚未確定此今年4月27日高建28,588點 以週三最低22,836點計算 高位調整達20.1% 技術上市否已稱之為紅市 Krislow 表示 現時港股上未確認紅市 如本月遲以陰竹收市 步入紅市機會大增 因牛市之中 月邦台 沒出現過三連陰 值得注意的時 週三次跌如2,000點是令人出乎意料外 Krislow 指出 當天創一年低位的股份數量相當多 約佔38% 回看2008年1月22日的紅市一期階段 創一年低位的股份約17% 可見週三情況更深 情況令人擔心 不過不可單以此數據來確定紅市的來臨 始終判斷牛紅市 需參考整體港股表現及癡變化 現時五十天神版以百五十天卓售貨 V 仍於較高水平 癡疫未確認紅市信號 現況或與2007年8月可為相似 因此會視為牛市最後的一次大型調整 沈慶雄則認為 中港兩地根本沒有牛紅市 牛市的定義一定要有基本因素支持 但現時港股市跟著外地走 沒有獨立性 因此早前港股只能勉強說是牛市 而內地早前的牛市也不成立 不可能在經濟下或是有基本因素支持 所以早前純粹是資金市 資金市的錢退潮 股市便下跌 他表示 要留意香港會否繼續扮演內地的提款機 若外地繼續推出政策限制股市活動時 A股不能股便會股港股 反而對港股帶來負面影響 自5月下旬開始 多隻股份由高位跌於20%至30%不等 散戶球自保 應對以下類別的股份 藍籌股 中資金融股 港股通熱門股 西價股 有什麼入市策略 藍籌股 中資金融股可後強勢成份股大藍籌港交所00388 及騰訊00700週三增受大跌市拖累 分別跌穿200元及跌近130元關口 維克里斯勒表示 此兩大重磅股是他目前最看好的股份 騰訊在週四已成功突破上一日的高位 後市表現更值得期待 加上在牛市最後一段升浪 二分段買入跑贏次的藍籌股 沈慶紅亦認為藍籌股應繼續持有 甚至後期分段收集 如港交所股價在200元或以下都可分段買入 而騰訊股價在140元或以下都可考慮 他建議 現時投資者買股票不可再看短戶 經過近期回跌 大市未必會再出現早前的急升 因此應以中場鬥災6升低 而藍籌股必然為首選 至於其他中資金融股 在週四已見反彈、成交配合下 內地資金儲有流入股市的現象 不過Krisler建議 如今A股關聯性較大的6股小占手為妙 不少投資者在高位直火棒而導致選手懶腳 如A股7月股以陰燭收市 形成初步見頂的信號的話 8月又再跌穿今個月的低位 將形成大型跌浪 如A股表現持續欠佳 6股必定會持續下跌 不適合再繼續持有 港股通熱門股舊市拖累而減持一向 被視為大媽愛股的國美電器00493 貝星股銀貸商業01833 至6月以來下跌 幅度分別為30%及31.5% 不少大媽身家因而蒸發一半 有些借媽展炒作的更是損失慘重 沈慶紅建議 持有港股通熱門股的投資者 而估貨離場 大市下跌 大媽拋售股票也是主因之一 雖然這些股份是大媽最愛 但因內地輸得太多 因此更加不會繼續持有港股 大媽都走了 股價必然有所下跌 短期難以回升 Krisler 亦表示 投資者可考慮減持港股通概念股 他指 買股票一定要定下紙食的 如以滴穿紙食的 應早離場 可待至未來再有機會 在低位買入亦未尚不可 至今未持貨的投資者 亦不應尖手 通常在牛市最後一段升浪 資金主要流入指數成份股 內地連環出招救市失效 導致目前內地股市的波動性很大 港股通的股份或因此受拖累 世價股資金已退早沽貨世價股在週二 週三驚然斬倉潮 多隻爭受北水熱炒的世價股瘋狂下跌 有跌甚至暴跌如50%不等 為在週四、週五成功止跌回升 但現價根最高位相距 仍有如配計的大距離 Krisler 表示 世價股而估稱離牆 世價股炒作潮以結束 資金將轉為投入大價股 假若仍持有世價股 或須葬事斷備 避免進一步虧損 加上早前很多世價股爆煲 令投資者往後對世價股有較高的警惕性 再引炒作甚有難度 即使週四大幅反彈 他認為只是因超賣過多的技術反彈而移 牛市最後一個階段 資金主要都是流入大價股 藍籌股 此階段炒作 世價股始終較難 風險較高 沈慶紅也認為 投資者而忍痛股貨 因為世價股至憧憬炒消息及資金 當市場都沒有消息 股價便會下跌 而至今撤走後 大市再炒上的話都會買國企 大藍籌為先 他俗指 除非該世價股市值很少 如2億至3億元 或低過殼的 便可考慮繼續持有 薄日後有機會買盤 現階段而手不移工 面對如此恐慌的市況 散戶應用什麼心態或策略去入市 沈慶紅認為 投資者現時唯有重整其股 把較差的股份估出 再分斷入市 而Chris Lo表示 雖視乎個人風險承受能力 若有較高承受能力的投資者 可考慮換馬至藍籌股 否則可趁反彈減持手頭上的股票 他認為 現時市況風高浪急 必須先考慮風險為常 現階段可考慮換馬至抗跌力較高的股份 或作分斷吸納 如未跌穿250天貝治 Z 里以150天赤線 此度少於次的指數成份股 即港交所、騰訊、 交通銀行03328等 中央救市最後一朝中央連日來落重約救市 先有減息降準 後有不斷推出大額救市措施 最後更號召中證監、銀監、人行、 財政部加入救市行動 下令六個月內上市公市高管不得於以給市場減持 究竟未來環可有什麼方法去救市 Chris Low表示 可能市不再透過政策 即不再單靠消息刺激大市 不再出口術 反而是以真金白銀主動入市 此舉足以令投資者對市場恢復信心 刺激大市表現向好 沈慶雄則認為 中央根本不應救市 這是錯誤的做法 基本上內地股市由上升至下跌都是錯 經濟差的時候不應該大升 基本因素並不配合 所以大市一定會爆爆 早前大升市是由官方吹捧出來 但官方的角色不應是控制股市升跌 只能監管 而爆破後中央又表示養企民企都不可顧貨 甚至要買貨增持 鼓勵公司員工增持股份 往後此舉或會製造很多後遺症 爆發其他社會問題